哟 客官来了 咱们ishome客栈 环境优美不如的 您住几天 除了咱们每个房间都装得有摄像头之外 其他咱还有什么特色服务吗 咱们发的小卡片就特别的色 每天半夜都会有专员拍送小卡片 数量多质量好 随意挑选 喜欢哪个点哪个 so easy 妈妈这也不用担心 您找不到机了 你知道我们ishome有多努力吗 比一家客栈小卡片 一般就三亿张 咱一塞就一把 开门不哗哗的 下雪似的网纳调 都不好意思给您要好评 就是这么任性 这小卡片发的 去出一碗 就能凑一副扑克牌斗地主了 快捷客栈都有一个尿性 跟玩即换式卡牌游戏一样 我在那都能玩黄色版炉石了 等等 我听说凑齐几张不同的小卡片 就能召唤一条神龙啊 还是母的 他们酒店竟然给我发黄色小卡片 给我发哎 他们这是在侮辱我 我是谁啊 韩国欧巴 全民老公哎 我他妈需要这个 啊 草粉多没意思 快捷九点 快捷九点 那就得什么都快捷嘛 咱平凶而论 发个小卡片 也是让我们更快捷嘛 哎 不就发个小卡片嘛 哼 不发小卡片的客栈都不是好客栈 想想看 为了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不惜违法 这是多么可贵的服务意识 这是多么人性化的服务态度 简直就是中国好客栈 良心好老板呢 衡量一个地方服务业是否发达的唯一标准是宾馆小卡片发放的数量 你知道吗 传统行业不发达才会有020的机会 提起这些个发小卡片的真是够了 每次都他妈不出样的发一堆 让我他妈怎么选呢 亲爱的 咱们这月的小卡片还没有发完呢 哦 还差多少张没发完 十万张 微博都吹过牛逼了 说小卡片是大风刮来的 再让我门缝塞多没面子 就是今天没有风 刮不进客栈里面去 看来只有让我去借点东风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我装逼的时刻 这个卡片不一般 大风刮记 往里面 大风刮记 往里面 这个卡片不一般 每次住客栈都能收到 门缝里的小卡片 这都是对我道德的拷问 对我人性的鞭挞 哎 每一次我的内心都会陷入痛苦挣扎 该选择哪一张呢 选择恐惧症啊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用下半身思考啊 那些小卡片 号码都是真的 人是假的 如果遇到了人也是真的 那就得地方先人跳了 就像一句广告词一样 携成在手 说拽走就拽走 这是客栈监管的失职 更有甚者是沆瀉仪器 相互勾结 所以一定要珍爱生命 远离黄色小卡片呢 看完视频不扫二维码的同学 这都是赤裸裸的耍流氓啊 杨力不扫二维码 杨力不扫二维码 你这么扫啊 杨力不扫二维码 看完一风之音搞笑视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微信添加好友 一风之音看更多精彩视频 感谢观看